大家好 气象局持续针对今年第五号 台风杜书类发布海上路上台风警报 在今天下午五点的时候 台风中心大概来到距离我们东南方 450公里的海面上 预布它未来会持续地朝旅宋岛的北方海面前进 在明天通过巴士海峡 27号再沿着台湾的西南部近海北上 28号进入中国大陆 以这样的路径预测呢 最新的台风的路上或者是海上警戒区的范围 包含了在路上警戒区的范围 除了恒春半岛跟屏东之外 这一报新增加了台东地区 另外海上警戒区的范围 依然是台湾的东南部海面 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 以及台湾海峡南部 我们还是先提醒 在海面航行作业的船只要严加戒备 并且随时收听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 那另外呢目前在海面上的观测资料也显示 在台湾的西南部沿海 东半部沿海长浪的现象都很明显 普遍性的浪高有两米以上 甚至在南雨还有台东的浮标 有将近4米或比4米再高一些些的浪高 已经出现了 那随着台风逐渐的接近 台湾周围各个沿海的风浪 也会进一步的增大 提醒大家如果没有必要 还是尽量不要前往海边活动 那再来是风力的部分 今天其实在南雨以及恒春半岛 已经观测到时机的震风了 那我们预估今天晚上到明天 有些地方的风力还会再逐渐的增强 风力比较大的区域 主要是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的 东南部南雨绿岛以及恒春半岛 另外就是台风的外围环流 落经台湾的地形之后 在台湾的北部或者是金门马祖造成的强风 那我们预估今晚到明天 南雨绿岛可能会有10到11级的增震风 另外在新竹以北 东南部恒春半岛以及金门跟马祖 可能会有9到10级的增震风 另外呢 北部的内陆地区也可能出现比较强的震风 提醒在这些区域活动的民众 可能也要注意一些增震风造成的影响 至于在降雨的部分 今天下午过后陆续在东部的海面 有些对流云系开始移进我们的陆地 造成了像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恒春半岛 蓝雨绿岛 一些间歇性的震雨 有时候雨势还蛮大的哦 那另外在南部地区 有一些零星的震雨出现 预计未来的降雨趋势 在今天入夜之后呢 东半部这种一阵一阵的雨势 会逐渐的增加 大台北地区或者是山区 有时候也会下一点雨 那明天白天到晚上 很明显的可以看到 整个东半部降雨的情况 会很明显的加剧 而且呢容易有局部的大雨 或者是好雨 那再来的话可能 北部各地的山区或南部 可能在明天白天 或者是明天晚上之后 也会有一些间歇性的风雨出现 那另外呢 在明天白天 如果雨还没有开始下的时候 在西半部尤其是中部的地区 还有金门地区 反而要注意高温的现象 那如果依照整个台风影响期间的 最新的总雨量预估 那降雨的乐趣 大家从图上可以看到 大概是在花冬到高屏的山区 其中雨量 总雨量预估最大的是在 花莲跟台东的山区 可以达到700到1000毫米 再来的话是 高屏的山区 以及花冬的平地 大概是400到700左右 那宜蘭的山区 300到500 那再来就是高屏 还有恒春半岛的平地 以及中部的山区 可能是150到400不等 所以呢 这些都是未来这一段时间 尤其是整个东半部到南部地区 是一个降雨的乐趣 所以呢 总结一下台风影响期间的天气的提醒 星期三跟星期四这两天 是台风最为靠近我们的时候 明天东半部恒春的风雨会转强 再来27号的时候 除了东半部的风雨持续之外 南部的风雨也会起来 还有澎湖跟金门 可能下半天到入夜之后 风雨也会逐渐转强 那其他中北部 可能在27号也会有一些间歇性的风雨 要到28号台风登陆中国大陆之后 台湾本岛的整体的雨是会逐渐的缓和 不过要留意的是澎湖跟金门 风雨还是比较显著的 大概要到28号的下半天或入夜之后 才会慢慢的缓和下来 所以整体来说 在台风最为接近我们的明后两天 这段期间呢 整个东半部南部澎湖金门的朋友 要及早做好防胎的准备 中部以北的朋友 也要随时留意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